- 近日,据美国媒体报道,驻驾在阿富汗的美军将使用F-35对塔利班组织进行打击。 - 这既是为了延证战机性能,也有借助新装备采除塔利班的决心。 但外界普遍不堪好此次美军的清剿行动,自创立以来,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活跃了二十多年,先后与苏联,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战斗而不倒。 - 美军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,十几个年头过去,塔利班依旧在阿富汗,巴基斯坦等的存在并经常制造恐怖袭击,造成大量美军与平民伤亡。 - 面对世界上最强武装力量17年的围剿,塔利班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? - 塔利班的崛起与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着直接关系。 - 1979年,为了掌控阿富汗这一欧亚大陆的几何中心,扩展自己的影响力,数十万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,阿富汗领导人爱宁被杀。 - 随后的十年内,一百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争,整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- 1989年,巨大的军费负担,与国际舆论,指责迫使苏联撤军,但却在阿富汗留下一个烂摊子,阿富汗国内军阀割剧,政府崩溃,一片混乱景象。 - 1994年,一名军阀投资强奸,一名妇女后,嫁祸给当地宗教学校的学生,老师奥玛尔当即率领8000名学生发动起义,打死军阀投资。 - 塔利班就此成立,塔利班在阿拉伯语中,就是学生军的意思。 - 塔利班成立后,主张结束内战,踩出军阀,建立,稳定在阿富汗。 - 这一观点深受保镜战乱的民众认同,塔利班因此有了十分牢固的群众基础。 - 1996年,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,统一全国,但好景不长。 - 2001年,美国以塔利班窝藏,支持本拉登为民推翻了塔利班的统治。 - 塔利班开始了长达17年的游击战,阿富汗多山,公路,机场等基础设施落后。 - 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,在这里顿时没了用乳之地,想用MEA主战坦克围剿塔利班。 - 但阿富汗的路太烂,坦克开不了多远,路就塌了。 - 至于飞机,不好意思,塔利班往山窝窝一躲,美国的飞机和卫星也束手无策。 - 加上美国在阿富汗经常杀伤平民,不少阿富汗人,甚至会向塔利班通报美军动向。 - 值得注意的是,塔利班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由于塔利班同属性迷派,且坚持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,思想与沙特的中东土豪国家不谋而合。 - 后者通过各种渠道向塔利班输送了大量资金,没有钱粮,塔利班可兼职不了这么久。 - 同时,塔利班的战斗力也十分的强,许多反抗苏联入侵的老兵在看到美军包行,后纷纷加入了塔利班。 - 十年对苏战争的经验加成可想而知,这也是美军很难彻底剿灭塔利班的重要原因。 - 2014 年,深陷埃富汗泥潭的奥巴马政府宣布撤军,但人还没撤几个。 - 2017 年,奥巴马趁着还没卸任,要往埃富汗增派了数千美军,以赴要和塔利班继续打持久战的模样。 - 但这只是美国的烟雾弹罢了。 - 在打击塔利班的问题上,美国在发现难以消灭后,打起了仰扣自重的主意。 - 只要塔利班还在,美国就有理由在爱富汗保值军事存在。 - 而爱富汗的东西刚好与中国接壤,一切都在不言中。 - …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